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处理用户的输入 什么意思 首先说 如何处理用户的输入 这是根据咱们编的系统不一样 处理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咱们要写一个网页 那么处理用户的输入 通过表单 比如说咱们编一个Windows Form的业务系统 那么处理用户的输入 是通过这个Windows Form上面的空间 今天我给您讲解的用户的输入 并不是采用这种方式 采用 今天采用Python最简单的命令行方式的用书 看看咱们该怎么处理 这个在实际业务开放中 可能用力不是很多 但是作为一个基础知识 您要了解 OK 好 咱们学习一下 看一下知识连 就一个 使用input函数 进行处理用户的输入 该怎么做 看一下实在演习 今天例子 不是很难 咱们马上运行 建个文件 test OK 然后把我的代码的第一部分拷贝过来 用input函数处理 是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代码 我的第一行 干什么 调用了一个input函数 内容是 请输入您的年龄 没问题吧 为了表亲切 我就不用您了 用你 请输入您的年龄 然后呢 我把用户输入的内容 干什么 附给一个叫做myage 这么一个变量 注意看 当调用 当系统调用input函数的时候呢 系统控制还会停住 不动 干什么 等待用户的输入 当用户输入之后 会把用户输入的内容 存储到myage这个变量里面去 让我下面输入 那你的年龄是 然后用户输入多少呢 我这就显示多少 好 咱们试一下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看一下 py运行 然后注意看 回车 请输您的年龄 然后大家请看 这屏幕就停住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输 我25 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你的年龄是25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input函数的使用方法 是不是很简单 是 但是呢 在咱们业务中 用的其实并不是很多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年龄判断 如果用户输完年龄 那么咱们该给用户做些什么交互信息呢 我这做判断 大家请看 如果这个年龄大于30 注意看 我这调用了一个int函数 为什么 因为 因为input函数所接收到的内容 它都是字符串形 文字形 那么咱们 我在这个地方 想对这个年龄作为判断 比如大于30 叫做现在老年人 如果小于30 加油啊 年轻人 我想做这么个判断 那么用户输入的内容 是字符串 我如何和数值30进行判断呢 我需要加一个anti函数 就可以把字符串转换成数值 好 咱们看看这代码的运行的效果 Let's go 因为我输入的是25 所以说显示的是 加油啊 年轻人 咱们再运行一遍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33 回车 大家请看 现在老年人 非常的 让人感到难过 30岁 就叫老年人了 这就是咱们处理的方式 让我给您看一下 如果我这个地方 不使用anti函数的前提下 系统该报什么错呢 注意看 走 你的年龄25 回车 大家请看 它没法和这个 用这个 字符串和这个数值进行比较吗 对不对 看这个地方也写了吗 不支持你的字符串和anti 进行比较 没问题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必须要加上一个 类型转换函数 OK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做另外一个数字判断 什么意思 这个我得给您讲解一下 为什么还要再做数字判断 是因为 我先把屏幕一起来 是因为 当我这显示 咱们清空下屏幕 我一边讲解 一边运行 一边说 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不但可以输入数字 同时还可以输入字母 对吧 那么 当我输入非数字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int int age这个地方 还能够正常的做类型转换吗 肯定报错 对不对 我说abc 它怎么给我转换成数字型 不行 所以说 咱们在处理用户输的时候 一定要判断一下 大家请看 我使用python的一个函数 叫做 is numeric 什么意思 你输入内容是不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 我再按照30岁 划分一个档次 然后进行message的输出 如果鸟是不是数字的话 我直接告诉你 你是火星年龄 那么好 我现在这段代码 我如果现在不输数字 直接回车的话 25abcd 它应该干什么 应该告诉我火星年龄 不对 试试 够 大家请看 火星年龄 为什么 我输的不是数字 我输错了 是吧 那咱们再来一遍 比如说 25 加油啊 年轻人 再来一遍 35 现代老年人 再来一遍 abc 火星年龄 对吧 这个非常符合咱们的程序预期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咱们编写业务的系统的过程中 如果有用户输入的部分 那么您一定要对用户输入的内容 做严格的判断 才可以 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 一定要知道 因为用户输入内容 咱是不可预期 所以说一定要加上各种各样的严格的判断 才可以并从口入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如何通过命令行方式 来处理用户输入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也不是很难嘛 对不对 虽然咱们实际开发中不常用 但是作为一个python的功能 您一定要了解哦 OK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包括笔章 供您下载观看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